美国律师事务所Hoser & Hoser也在4月8日宣布 他们正在调查爱奇艺是否专守了美国联邦证券法 美国进绩调查公司温水Moodie Waters在4月7日晚转载推文请 他正在协助狼群调查公司Wolf Park Research的调查 他们发现爱奇艺早在2018年在美国上市之前就已经开始造假账 直到现在他的营收和用户数都严重造假 其2019年的收入夸大了80至130亿元人民币 占其营收财报的27%到44% 并且还夸大用户数42%到60% 报告同时还发现 爱奇艺夸大了为内容和收购等所支付的成本 以抵消虚增的收入 爱奇艺对财务造假的指控是否认 而爱奇艺的股票也在8日开盘时 一度跌幅超过11% 但后来又逐渐回升到收盘时反而上涨了3% 不过盘后股价再度走跌 海外网络媒体路德社认为 中概股爱奇艺被踢爆财务造假 但股价就没有像瑞幸咖啡那样暴跌 是因为它的背后有无公司百度 而作为中共最主要的数据战略资源 百度的背后有中共的支撑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爱奇艺 是中国仅有的几家获得当局 资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公司之一 足见其背景不简单 爱奇艺56%股份为百度持有 其董事长是百度的李颜雄 他曾获得中共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一等奖 财报显示爱奇艺从成立开始就持续亏损 2019财年总营收为人民币290亿元 尽管同比增长16% 但正亏损为103亿元人民币 比2018财年正亏损的91亿元 又多亏损了13% 这样一个年年亏损的公司 是怎样在美国上市的呢 路德社说 爱奇艺和瑞幸以及绝大多数的中概股 都被华尔街包装 他们不是说引用盈利多少 而是引用有多少用户 多少营业额 用这些庞大的数字来向投资者描绘未来的预期 以此来吸引投资者投资 中国的公司也都发现并利用了这一点 只要能够圈地 拥有足够数量的用户 就可以到美国上市圈钱 路德社认为 而这次进绩调查公司所针对的就是 爱奇艺在用户数上造假 最高达60% 这次瑞幸咖啡被打 直坐的就是这次瘟疫导致的 美国投资市场对中概股的整体不信任 令到本轮做空可以打到实处 令瑞幸跌入谷底 爱奇艺后台是百度 比瑞幸的后台硬很多 百度百分之百有中共在背后支撑 爱奇艺背后就是中共 所以它不能像瑞幸那样承认错误 而是必须冒着在美国被刑事处罚的危险 死顶到底 所以美国这次对爱奇艺之战应该不容易 爱奇艺也可能吸取了瑞幸教训 死不承认 但目前看 美国已经开始了一系列行动 针对中概股财务造假的调查 现在已经上升到国家行为 因为如果爱奇艺也被打下去 其连锁效应将影响到百度和所有中概股 很可能会导致美国立法 迫使所有中概股退出美国股市 爱奇艺是中共有准备之战 资金已准备到位 目前双方正在拉锯博弈中 而这种博弈有利于美国 因为美国投资者正好可以值此机会解套走路 而中共则必须用资金回填股市窟窿 会慢慢消耗资本 把包括百度在内的中概股 圈走的大量美国资金 又还给美国投资者 通过这次瘟疫 美国人已经看到中共造假成盛 美国民意已经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公司 只要有信誉的尽职调查公司指控贸家中国公司财务造假 所有人就会相信 并可能出现擠堤、走路 令其股票狂跌 先打谁、怎样打 必须精确计划一击即中 否则反而会令它增加信誉 现在以美国民间资本为基础的 有策略的一系列行动 就是要把中概股彻底揭露出来 打掉中共的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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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瘟疫 打断掉中共的小金库